里边九难失态 那么还收魏小宝为毒对吧 完了还调解魏小宝和阿柯死缠烂打的关系 这这都后来的事 所以这从真皇帝 在这个碧雪剑里边形象太糟糕了 是个反复无常 自负多疑 猜忌功臣 自毁江山的这么一个糟糕的皇帝 他最大的罪魄 杀了里边第一主人公袁成智的爸爸 就清末的将领袁从焕 罗太求见皇上 罗太求见皇上 皇上对元度士恩责有加 想不到他居然通贩卖国 等到事成之后 他就和皇太极平分天下 袁从焕仗着打过几场胜仗 竟然不把朕放在眼里 反而 我要你知道朕的厉害 结果这个从真皇帝 听信小人谗言 说袁从焕要谋反 最后就把这个袁从焕呢 给零食处死 奉天成运 皇帝赵曰 逆贼袁从焕 鸡君窃国 克靠军降 袁从焕凌迟气势 以正天道 钦辞 这个事在历史上是真事 灵时促使的就是 搁一千刀往上 就你死不了 活受罪 最后一点点断气 是最财人的一种小法 从真的 轻易就把 晴天薄裕柱 架海子金梁 把这个 大清的这个 顶柱之臣 袁从焕给杀了 完了他儿子呢 袁成志呢 在忠臣的忽悠之下呢 茁壮成长 拜了这个华山派 神剑先援 穆人清卫师 后来又得了 穆桑道人的青囊传授 成了武功高手 所以带着夏派人呢 要最后报仇 帮助李自成呢 打进北京 收拾这从真皇帝 毕学建设 这么一个故事 那么说历史上 这个从真皇帝 是不是他写这样 就是猜疑到这种程度 而且愚蠢到这种程度 不是 大明皇帝啊 从这个 明武宗诸后照之后啊 就不怎么误正业 一般大明皇帝呢 开始起家的时候 都有老师教 有帝师带着他 学习传统文化什么的 没有几个皇帝 是好好学的 你像这天启皇帝 专门学木屋活 他愿意做木屋活 然后做出这个柜子椅子 还拿市场卖去 他也不处理政务 所以才给大太监 魏忠贤 很多可乘之计 到从真这不是了 他开始读书的时候 就认真 比方说写作业 老师按照说 你写五十个字吧 他们得写五百个字 到后来当皇上之后呢 每天处理政务很麻烦 有的皇上说一看 这个奏折 我批还不批 批 画个对号 不批画个X 通过画个圆圈 完事 从真从来 从真皇帝是呢 在上面写 他对着奏折的意见 有时候写的字比奏折还多 在这上来讲 他是勤勉政务的好皇帝 但他的毛病是什么呢 自负还多疑 你看他为啥自负 他比一般人要优秀 尤其跟自己的上边 几个皇帝比 他们吃喝玩乐 自己天天好好干活 这我总是个好皇帝吧 时间一长 我比他们有才华吗 他难免就自负 刚愎自用 多疑呢 他所处的时代决定了 那个时候 大明王朝岌岌岌可危了 说白了 经几任皇帝祸害啊 这明朝整个已经就 快分崩离析了 关外有满清之患 关内农民起义四处都是 李子诚张献忠啊 他没好日子过来 而且我们有的朋友 可能看过 这个托克文写那本 旧制度下的大革命 写的非常有道理 就末代皇帝最难干 难干在哪呢 他越历经屠治 在天下亡的越坏 为什么呢 江山已经散了皇了 散了皇 说你这末代皇帝 为了要振兴这个国家 那你要大兴土木啊 干这干那个 干啥不需要钱 钱哪来 向老百姓收税 本来都不老百姓 货牌的没钱了 都穷成不像样了 你再收税 老百姓更加反对 你这个王朝 所以崇祯皇帝 越来经屠治 这王朝覆灭的越快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呢 挽狂乱祭岛 赴大厦之将情 所以就是崇祯皇帝呢 远没有金庸写的那么坏 金庸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没办法 崇祯皇帝毕竟是配角 他这书里有主人公 就是袁成志 袁成志 袁总换的儿子 得把袁俩写的 一国云天的大英雄 这书才能立得住 那对里面 谁把袁总换害死崇祯 非得把你写的 啥也不是 这个大英雄才立住 所以他是为了立主要人物 有意识的把崇祯 往后来写 这个没办法 小说家创作就得这样 你说你把这个袁总换写的挺好 主人公英雄 把崇祯写的英明神武 那为啥他俩互相害了呢 这从政治学角度来讲 如果一场冲突当中 所有各方都没有错误 那一定是制度出现问题了 那好 那金庸就得探讨 大明的制度是什么 那得了 别写武校说了 写明朝那点事吧 写大明政治制度 当历史学家和正学家吧 明显不是金庸写小说的目的 所以他一定要 为立方而破一方 同样的笔法呢 用的从真身上吧 还不是最极端 比较极端的是 他写第二个皇帝 更狠 写的更坏 谁 大明开国皇帝 红武皇帝朱元帐 明太祖朱元帐 他写朱元帐 这以天通通记里 可不清遭的朱元帐 从朱元帐一出场 他就精心的把朱元帐 塑造成个什么人呢 贪婪 自私 勇于夺权 敢于使各种心地 为达墓地 不择手段 心狠手辣 不体恤下棘 一将功成万国部 恐怕 他而元帅 辛辛苦苦地 打下江山来 登上皇帝宝座的 却是那个张无忌呀 请不吝点赞